泰国商业部常务次长近日表示 商业部计划今年8月至9月期间 初清政府库存大米 数量为每月20至50万吨 同时外贸厅也将在8月进行公开招标 泰国商业部常务次长近日表示 商业部已经指示外贸厅 同时抓紧安排政府对政府的大米采购磋商计划 因为与中国的政府采购异项协议 还未达到预定的100万吨额度 所以目前先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 之后再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联系 泰国政府库存大米的工作 今后将与民营企业加强配合 包括初清原有库存大米 和对即将收割季节稻米的政府收购工作 目前即将要进行拍卖招标的库存大米 也已经通过质量检查 另外对于出现变质的大米 政府也在制定相应的处理办法 据消息称 泰国政府今年初清库存大米的预定出口目标是 300到400万吨 如果加上民营企业出口的大米数量 今年全年大米的出口量 预计可超过800万吨 这不仅符合国家维稳委提出的工作要求 也符合国家稻米政策委员会 关于政府库存大米的工作战略 方向目标和操作办法 现在泰国政府库存大米的出清目标为 三年中要通过多种途径 来出清1800万吨大米 出清的办法包括出口、一般贸易、消费和加工 其办法的选择以合适为原则 同时要与国内大米贸易行情相适应 以努力维持大米价格水平 亦要考虑对农民的影响及对国家利益的影响